犯例3,所以上個禮拜犯例3就是把這個HTML記得自己貼 可能自己要從雲端上面 把這一段,因為這一段實際上就是原始碼 那你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如果直接講網頁 那個網頁原始碼人家都 都是幾一千多行的 那太複雜,直接講你們可能會無法招架 所以我就先模擬一個比較簡單的 讓你先試一下水溫 不要直接就把你丟到大海裡面 你可能就游不回來了 那至少就是先簡單一下 讓你們在附近玩玩水 先至少知道一下這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有幾個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我要取全部的話 當然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把A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取得它的HREF屬性 有沒有 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它也有ID 所以你假設ID的話 變成你要ID要取三個 GateElementBy它的ID 然後但是一樣還是點HREF的屬性 把資料給取出來 那如果假設我只要取第一個的話 1,這個有沒有 第一個這個要把它取出來的話 那我就直接跑第一個就可以了 然後或者是說我GateElementByID 就抓第一個就可以了 把它抓回來 那這個我想你們可以試著寫寫看 方法的話應該只有三個 一個是Get 這個什麼ByTagName 有沒有,先用這個TagName 是抓它的第一個就可以了 就是瓜虎林的那一個 那就是這個 或者是By它的ID 這個好像ByID會比較OK 因為ID的話就不用算第幾個 或者ByClassName 有沒有,ClassName是這個RAID 三個方法其實都可以 再來的話呢 就是取得什麼 取得那個類 所有類別是RAID的這個 超連結 那只有兩個 所以這兩個而已 有沒有 所以1跟2把它抓回來 那再來的話就取得First 取得First的話 這是它的InnerTest 所以把InnerTest抓 那這個的話應該也是三個方法 如果你要抓這個First的話 你也可以By 什麼呢 TagName 你也可以ByClassName ClassName 也可以ByID 有沒有,三個都可以啦 所以如果你要抓First的話 至少會有三種方法 這個我想請各位可以試著練習看看 然後最後的話是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喔 上禮拜最後有提到的 就是它的檔名跟副檔名 那你說那個圖檔會怎麼顯示啦 其實網頁上的圖檔 其實它的標籤一定叫IMG 然後它的位置的話是SRC 後面SRC一定會有檔名跟副檔名 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它上面沒有那個 哪個資料夾 或者哪一個 哪一個主機之類的 其實如果是相對路徑 如果你們有學過網頁的話應該知道 如果是相對於這個網頁的同一個目錄底下的話 那你其實是可以不需要跟他講說 是在哪一個資料夾 除非你要寫成絕對位置 絕對位置就是你要指 哪一個網站的哪一個目錄的什麼地方 你才會絕對位置 不然的話一般都是用相對位置 那如果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3.jpg的話 那一樣喔 我們先抓這個ByTagName先抓 抓到之後的話呢 一樣 小瓜狐林 因為只會有一個 裡面的點SRC 的那個屬性 它就會抓到它的這個檔名跟副檔名 就把它取得啦 所以這個的話應該 上禮拜有大概講到 有沒有這邊的話 我們是把它的什麼 Get 這個Elements By什麼呢 ByTagName 有沒有TagName 然後TagName的話呢 就是ing 那記得喔 一定要小瓜狐林 為什麼要小瓜 因為它一定是負數啦 有沒有 所以By GetElement 加S喔 那只會有第一個 所以我們就小瓜狐林 那裡面的這個屬性的話 就是點SRC就可以了 就把這個裡面的標籤呢 給取回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得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但是你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那 前面好像多了一個叫About的冒號 About的冒號好像不需要的話 那怎麼辦 欸 其實喔 如果你假設About的冒號不要的話 當然我直覺想到的就是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最簡單的方法嘛 把它當個字串嘛 文字對不對 然後算第幾個字到第幾個字我要 有沒有發現 我要的應該是從第幾個字 About的應該五個字嘛 然後第六 第七個字 開始 我要把後面的這幾個字 通通留下來的話 欸 那如果我要3.jpg 前面About的冒號不要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應該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它剛剛那一串嘛 那我可以把這個當成是 直接加一個 AdMid 填瓜糊對不對 然後呢 把它當一個文字 這個文字的話就是剛剛這一串 About的冒號有沒有 然後3.jpg 然後呢 我要去取哪些字 哪些字呢 我要取的字數的話呢 就是 從這一串文字裡面 的第幾個呢 第應該是從第五六 第七個 所以呢 這邊的話 密的這邊加一個密的錢瓜糊嘛 然後呢 在豆點 他會問你說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欸 密的第二個參數就是從哪個字開始 從第七個字 豆點 那我要取幾個字 當然你可以填那個 3的話應該是五個 jpg的話三個 那再加點 等我九個啦 不過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我可能連算都不想算 我都直接填一個九十九 後瓜糊就可以了 欸 那你說老師這邊不可能有九十九 對 因為如果不可能有九十九個字的話 它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把 後面的這些字全部取得就對了 反正有幾個給我幾個就對了 OK 所以以後的話 我會填 常常你會看到 老師你為什麼填一個很大的數字 因為後面都要嘛 所以填一個大 你根本不用去特別算嘛 那我們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的話 應該就是只會得到什麼 3.jpg的 前面的都沒有了 OK 你可以用一個密的去切割它 那得到這個的結果 這樣子就OK了 那所以 請各位自己在練習看看好了 包含就是說 取得所有超連結 那你不要只是用我雲端上提供的單一方法 你可以試著用什麼 用A 用Class 然後用ID 試試看 一定會有三個 所以將來你要抓一個 網頁原始碼的話 通常不會只會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有很多方法 那只是說哪個方法 對你來說比較簡單 比較不容易出錯 好 那請各位這個也許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做個變化 就是直接就不是用範例了 而是要到那個 這個底下有一個 就是叫TQC的官網 這個網站 好 那這個網站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底下有這麼多 這個像一個表格 但其實它不是一個表格 那我希望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等一下 這邊就有一個 我舉這個例子 因為這個例子等於是 證照考試的一個 常會 我上課有時候會講到證照的東西 然後這個網頁裡面 假設 我希望把這個網頁裡面的這一些 這個有點像表格 但它不是一個表格 它是什麼呢 你可以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個什麼 DIV有沒有 然後後面它有Classnet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 至少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DIV 一個是Class 那有沒有ID呢 看一下好像這個沒有ID 所以這個沒辦法用ID 上面有ID 這個超連結就有個ID 所以如果你要抓這個超連結的話 是可以用ID來抓的 那如果我的需求很簡單 我是希望說呢 請你幫我把這些資料 通通都抓下來 然後這個放第一欄 這個叫類別名稱 這個叫中文名稱 這個叫英文名稱 所以它理論上都有123 123 所以剛好三個欄位 那如果要抓下來的話 就類似像這樣子 就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已經抓下來 那至少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那個HTML物件 把它抓下來 怎樣 這邊有一個Bug 這個我之前沒有這個問題 我看一下 get the element by classnet 這個我再Check看看 那另外如果用IE物件 IE物件OK 但是用HTMLFile物件不OK 等一下再Check一下 也就是說啦 我需要三個欄位的資料 第一個欄位就是名稱 中文、英文 也就是把網頁上的這些資料 通通把它爬下來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不會爬蟲 如果假設每天你都要把資料抓下來 放在Excel的話 那你真的累了 對不對 你怎麼做 先複製一個嗎 然後貼過來轉字嗎 貼過來轉字 太累了吧 這邊總共有幾個這種 Ctrl向下 72個減移 71個耶 OK 等於就是說 TQC Plus總共有71張證照 就這些東西 好啦 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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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